好,那有了刚刚的基础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model 下一个model呢 我们里面来加上product quality 并且我们假设 先假设这个product quality 是exogenous的 exogenou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会有product quality这个issue 但是它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它已经被给定了 Q的quality是多大就是多大 好,我们来看一下吧 今天啊,有些时候呢 你会想要讨论 impact of product quality 刚刚那个最前面那个model里面 没有什么quality这个issue嘛 你卖的东西似乎就长那个样子 但实际上quality应该会有一点影响的 要是我卖的商品 我提升了我的quality的品质 或者是我摆进来卖掉的商品 它的quality比较大 那我能不能够有一个model 它会呈现出这件事情呢 它会包含有一个parameter Q 使得我们可以看到我的equilibrium price equilibrium profit 它都会因为我的Q上升而变得更大呢 能不能有一个更general的模型 做到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好,那现在呢 我一样consumer会有一个willingness to pay 一样叫做theta 但是现在我要把theta的定义稍微改一改 它的定义呢变成是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a unit of quality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这句话的意思呢基本上是说 我每一个consumer 我们对品质care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非常重视品质 有的人还好 你想想看你家附近的某一家餐厅 有的人呢非常重视吃东西的时候餐厅的品质 对吧 不管你讲的是餐点的品质 服务的品质 环境的品质都好 有的人很care 但也有的人是完全不care的嘛 有的人就是能吃就好 对吧 所以呢今天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那每一个消费者的theta略有不同 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每一个人啊 为了那个一单位的品质 我们愿意付出来的钱是不一样多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theta 好于是呢我们就把typetheta的consumer的utility function 写成像这个样子 这刚刚很像对吧 刚刚呢是theta-p theta是willingness to pay 那现在是theta-q-p q呢假设是五单位吧 那我为每一单位我愿意付出两块钱 二五就是十 表示我最多愿意付到十块 大概是这个概念 好那这个一样 我有买的话我就是theta-q-p 没有的话就是零咯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常用的设定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我们非常常用这个设定呢 u of q 等于theta-q-p 对吧 为什么我们很常用这个设定 因为这个设定很make sense 首先 这个utility function 我呢会变得更爽 爽什么 如果东西的品质变得更高 对吧 q这个东西如果品质变得更高 q变大 我的utility会上升 很合理嘛 餐厅把它的菜弄得更好吃 当然开心啊 第二个 价格如果变低 价格如果变低 我也会变开心 我想这也是当然的吧 再来第三个呢 可能是最有趣的 今天如果quality变大 那一些theta比较大的人 他们会有larger increase in utility 什么意思呢 今天啊 我们在餐厅吃饭 有的人很care餐厅的用 比如说餐点的品质 对吧 有的人还好 所以比如说呢 我跟我朋友去吃饭 我朋友非常的在意餐厅好不好吃 我呢就很随便 这个时候如果餐厅把餐点的品质提升 谁会比较爽 当然是比较care餐厅品质 那个人会比较爽 我朋友就会变得很开心 他就很想要去那个餐厅吃饭 但我呢就觉得 还是没差嘛 这样子 如果我的theta小 它的theta大 那么当q上升的时候 它得到的utility会比较多 OK 所以呢 这件事情 虽然这个utility function是人造的 是我们人为写下来的 可是我想你应该 大家也同意 它在我们刚刚讲的各个面向上 都是很make sense的 所以我们拿它来model我们的真实的情况 自然就比较合情合理啰 好 那现在已经有consumer的utility function了 我们来试着 derive厂商会看到的demand function吧 我们现在假设q是exogenous的嘛 所以setter给定q 它要去决定optimal的p 那么呢 其他东西都跟之前一样 现在如果我要derive demand function 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啦 我很显然的一定会看到 我的market一定又会被从中间切开 上面theta大的人会买 下面theta小的人呢 就不会买 不会买我写个n吧 这样子 那你先想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会切两段 我们的utility是thetaq-p 对吧 所以如果存在有一个indifferent的customer 他呢就是theta会刚好让thetaq-p等于0嘛 对吧 那再来的人 theta如果变大 那givenq跟p不变 我呢当然就会觉得我的utility是正的 另外一半的人 givenq跟p不变 我theta变小 我当然就会觉得thetaq-p是负的 所以基本上 因为我们这个setting里面 q啊 p啊 都是positive number嘛 都是正的 所以自然就是theta越大的人越想买 theta越小的人就越不想买 就是这样子啰 所以呢 谁是indifferent customer 刚刚已经讲了 如果我们令它为theta0的话 这个theta0带进去utility function 会恰好让这个utility等于0 那不就是q分之p吗 我如果theta刚好是q分之p的那个人 我就会觉得买或不买都没差 比我高的人就会去买 比我低的人就不会去买 所以high segment就是q分之p到1 就是这一段 这个分界点 这个分界点 就是 呃 q分之p 写错了 好 q分之p ok low segment呢 在左边 它是什么 就是0到q分之p 就是这个样子了 好 所以 demand function就长这样 再帮大家复习一次 theta 介于0到1之间对吧 切点是q分之p 那这个地方 high segment的长度 当然就是1-q分之p 这样 那跟之前的那个式子相比 我想大家也看得出来 几乎一样 只是之前是1-p 现在是1-q分之p 对吧 所以 之前的模型 可以想成是 现在的模型的一个 special case 就是q等于1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模型 比起刚刚来说呢 更general 更适用性 更广一点啦 这样 那我set的problem 当然就是 这个是margin嘛 这个是demand嘛 就这么简单 那 这个demand function 大家很快看一下 p的影响就不用讲了 q的影响呢 q如果变大 我这个分母会变大 那所以我整团东西 q分之p 会变小 对吧 1-q分之p 就会变大 所以我的demand 会increasing in q 我q如果上升的话 demand会变大 这应该可以接受吧 就餐厅变好吃嘛 需求量就变大嘛 合情合理 好 好 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 我已经有profit function了 那把它解出来 也是跟喝水一样容易 看起来好像多一点东西 但q反正是个常数 所以也没有差 大家有兴趣自己试一下 你应该可以很轻易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解出optimal的p 然后解出equilibrium profit pi 那indeed 我们这个模型 就可以来看看 q会怎么影响 p star跟pi star咯 q越大 我合理的 餐厅会把价格卖得越贵 对吧 因为东西变好吃了嘛 更多人想要买了嘛 那我当然就是卖你贵一点 不然我干嘛 q如果上升的话 哎呦 q上升的时候 对pi会有什么影响呢 大家有兴趣回去自行 一次尾分看看 你应该可以看到 pi star increasing in q OK 自己试一下 好 那表示什么 哎 我要是能够做出更好吃的菜的话 我这个餐厅的profit 就会上升啦 相信大家应该觉得 嗯 这个蛮合理的 好 所以透过刚刚这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哎呦 我确实可以有一个模型里面是包含quality这个issue的 OK